新加坡的哈尼 师尊你好 请问为什么会有佛界 菩萨界 天界 和其他的境界 以及轮回的存在 谢谢师尊 他的问题 我想大家都会答 为什么有佛界 菩萨界 天界 还有其他的境界 以及轮回的存在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些境界呢 都是变化出来 也都是变化出来 那么也就是依你自己的因言 而变化出种种的境界 好像你修了最高的这个佛界 那你一定要漏尽 漏尽一切 你才能够到达佛界 到达佛界 你到菩萨界的时候 也就是告诉你 你以利他 利众生 利益众生 行一切菩萨行 你才会形成那菩萨界 天界 你行一切善 得到的福报 天界的福报 你就可以到天界 我们简单讲 阿修罗的境界 为什么有阿修罗的境界 他是有天的福报 他能够上天 只是他的诚心比较重 所以才有形成了阿修罗界 就是因言而起作用 就是你有因言而起作用 这跟《维摩节经》 今天要讲的有关 维摩节也是讲 就是因为因言而起变化 形成这些佛界 菩萨界 生文界 言洁 还有诸天 另外 阿修罗 第一 恶鬼 畜生 还有人界 这个形成都是因为 因言所生 法 就是因言所 有原因 才会产生这些境界 那 轮回呢 表示一般来讲起来 就是六道轮回 天 人 阿修罗 第一 恶鬼 畜生 这六道 是互相 在轮回的 好像你 以什么因言 你轮回到哪个境界去 这 大部分来讲 是这样子 做解释 这个回答 新加坡 潘尼 的问题 佛 它有十个称号 这十个称号 我们经常在念 佛一共有十个称号 你这十个称号 全部都具足了 你才成为佛 像那个 世间解 初世间解 调义丈夫 前人师 佛 都是 如来的称号 都是佛的称号 菩萨呢 就是立他 为主 立益众生 大菩萨 到最大的大菩萨 是等觉 等觉 相当于快要成佛 相当于佛 叫做等觉 那佛 本身也就是 觉者 天界 就是行一切善事 你到天上去享福 因为你行了一切善事 到天上享福 所以才形成天界 自余六道轮回 你分为贪 辰 辰 就形成 这个 沉重的 就是阿修罗道 余知的 就是出生道 就是出生道 出生道 行一切恶的 那就是 这个恶鬼道 跟地义道 恶鬼道跟地义道 一半一半的 就是人道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看着问题 我们这样解 回答他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订阅